加拿大醫學協會主席 司馬特醫生在接受CBC採訪時說 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的常見症狀 包括流鼻涕、喉嚨痛、咳嗽 有時會出現輻射或嘔吐 以及疲勞和肌肉疼痛的感覺 他們往往持續2至10天 如果接種了疫苗則時間會較短 司馬特醫生說 如果你喉嚨痛、身體疼痛、發燒 可以服用Tynanol或Anfield 可以幫助緩解症狀 他建議將水和湯等令人舒緩的食物放在手邊 找一個安靜的空間盡量保持休息 如果家人沒有被感染 與他們保持隔離很重要 實際上就是放輕鬆、多休息 保持充足的水分 必要時及時求醫 重要的是意識到你的流鼻涕或咳嗽 可能是感染中共病毒 並留在家裡 至少要在家裡5天 直到症狀消失 對於孩童 司馬特說 沒有證據表明 非處方的感冒或流感藥物 有助於緩解染疫症狀 不建議兒童使用這些藥物 他說 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孩童飲清澈的液體 司馬特建議那些出現輕微症狀的人 採取以下措施 如果需要服用非處方止痛藥 例如布洛芬 或對月氣安積分 多飲水 準備好湯等舒緩的食物 得到充分的休息 與家裡沒有生病的人隔離 如果有呼吸困難 立即尋求幫助 試用在浮世間 試用在浮世間 再放一會 酒吧 習慣了